星期三晚 沙田夜賽跑出大驚喜 騎士嘉莉雙後復出慘了整個月 狀態終於回來了 有頭馬進將 他先在第二場 火牌蔡約翰馬房的當家信心 打開勝門 賽後嘉莉都很感謝蔡神仙給他機會 之後第六場 攜手在憑華卓晴贏出頭馬 全晚他和蔡神仙合作 兩戰兩勝 眾領神仙最近和徒弟羅夫泉的頭馬場數距離 只是雙差一場 冠軍念馬師之爭 踏入白葉花 這已經花了一點 但我感覺到 當我回到競爭 我身體的健康和健康 醫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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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幫助我 我回到競爭 運輸的健康 我從來來公明 一定有 keen 運輸的動員 和忍者 和團友 還運輸的開運 提爭 我幸好 今天 歷史上 是被 比與 非常幸運 爭 我只是想給他一個機會 當我找到誰沒有開車,我選了他 多一匹來自澳紐的新馬日前正式抵港 看看名單,在副下一欄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 咦?這匹不是在香港贏過三場G1的滿樂市嗎? 原來他的紙字成績都不錯 好像一個勁就贏過國際一級賽維多利亞打比 另一匹金漬器也供下二級賽金虎賞 當然還有曾經贏出日本一級賽短圖馬錦標的妙法靈基 今次來到香港的這匹新馬,將會落戶熔天爬馬房 不知道他將來有沒有爸爸那麼厲害呢? 今個星期日,專門月羊轉播NHK一里賽日 等我做個定功課 咦?這些日文術語不太懂 有什麼不懂?等師姐教你吧 這個日本中央競馬會網頁介紹NHK一里賽 上面寫著東京競馬場G2000? G? 這個漢字,日文讀shiba,是草皮的意思 這裡的用法,固然是代表草地的意思 而東京競馬場G2000就是G2000米草地的意思 而泥地的日文就是dato 例如每年12月頭舉行的1800米group 1賽事 日本冠軍杯就是在中京競馬場的泥地賽舉行的 哦,嗯,知道,明白,了解 嗯,但再看下去,這些又有些字不懂 三水,什麼馬? 還有什麼馬限定呢? 這個跟貓單的貓一樣的漢字 日文是讀osu 是動物紅盛的意思 不過日文貓馬就讀boba 至於貓,這個單字讀了mesu 和中文一樣,都是代表癡性的動物 而貓馬日文是讀hinda 這個噴字沒什麼印象 噴雞思臣的噴字啊 哦,記得啦,風神榜那個嘛 醒目啊,丁丁,那考考你啦 單勝和福勝是什麼意思呢? 呃,是不是贏一場和連接的意思呢? 嗯,你叫做對四分一啦 單勝,其實是一支賽事中跑出頭馬 即是我們香港的獨贏 至於福勝呢,不是一支連贏兩場 而是跑入三格,即是位置的意思 哦,そうですね 今天真的學到好多東西啊 今天教著這麼多 星期日,大家記得留意NHK一里賽日啦 Sayonara